可能会被杨敏讲白吧 女明星最爱聊起不大的话题 我看过太多她走光的镜头 辣椰的镜头 因为是工作 蒙住眼睛我看不到 这个也就是什么 我什么时候是工作 不要交代我以前的故事 你翻上来就一巴掌打到你了 你可以试一下 既然你们也这么不客气地对我们 那我也不客气地对待你们了 这谁捣乱了 我就对了 我怎么挺大了 这什么 你们不要这样 显得我们这个剧组文化程度很低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森胡视频 全新打造的偶像综艺节目 爆爆爆爆爆 爆走吧 爱豆 我是雷环 那今天来的这些爱豆呢 哇了不得了 因为每一位都会让大家尖叫 我先说说其中的一位好了 她呢是一位青年作家 写了很多的书都很卖作 她又是一位青年导演 一拍呢就累积了十几亿的票房 最近呢 她的又一部新电影上映了 而且是中国首部真人CG电影 另外呢 超强的演员阵容 哇真的是堪穿豪华 因为每一位都是高颜值的大咖 当然呢 她这一次啊 除了倒她还演 据她本人调侃说 她这一次演的是一个麻辣小龙虾 她说她自己叫大红了 听到这我特别想说 郭敬明先生你已经很红了 还要怎样啊 是的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就是 郭敬明导演 写电影《绝技》剧组的各位主创 欢迎各位 哇 来来来 一一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绝技的导演 也是绝技里面的一位 展露头角的新人 所以我觉得我 我应该接下来很快就会红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很忙 要安排我的工作尽早安排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很难再敲到我的时间 你都已经很红了 还要不要我们活啊 我觉得我事业会更上一层 是的 我是马晓 马晓 对 最近我是马晓 郭导又是马晓导演 最近又多那一位 我是吴亦凡的作气 我是吴亦凡的作气 来亦凡 大家好 我是吴亦凡的 然后今天来到SOHO 所以很开心 然后我在电影里面 是演员 来 学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学东 在绝技的剧组里面 是演麒麟 对 是不是一个搞笑担当了 开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还挺 没那么好笑 但是好像放出来的时候 全身挺搞的 就特别萌 然后真的是搞笑担当 来 我们今天唯一的女神 林允来 大家好 我的电影是 《绝技六度史图天树优化》 哦 优化 我觉得他不用说话了 只要笑一笑 两个小九个录出来 就已经观众满意了 来 我们的志平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志平 在绝技里面是演霓虹 就是不穿衣服那个 不穿衣服的 这个画面真的 去想象一下 不要太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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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基本上都不怎么穿的 他在片场也不穿的 真的假的 他点着节鞋 哈哈哈 蒙到皮上 为艺术牺牲了 我觉得是真的对于很多的女性观众来讲 是很好的福利 但我好好聊 来我们可爱的王源 哇 大家好 哈哈哈 想象知道我啊 没有啊 我没睡醒 没有观众 你要问 哇 什么 你们都睡醒 说 说每个人出场都会尖叫吗 你们都没叫 我就叫一样 哎 哎 哎 哇 啊 啊 啊 全服最热 哇好疯卡啊 嗯 大家好 我是王源 在绝记里面饰演蒼白少年 希望大家喜欢 好大王好好聊 来 我们的汪朵 呃 大家好 我是汪朵 在绝记中饰演三度王爵 汪朵 嗯 汪朵 他是王爵 嗯 我也是王爵 干嘛 刚刚怎么没有这样的效果 我特别想知道 你当时是怎么跟他们发出邀请 非常谈 我其实当时在想要拍这件 我就在自己的小本上列了一个 所谓的黄金理想 就是最最完美的一个阵容啊 想说好吧 那反正十二个 我就一个一个取笑 能够 我当时给自己订完目标 我说只要答应五个 我就开机了 我也不管 剩下六个人 剩下六七个人是谁的 嗯 那结果没想到聊下 大家都反的挺大的 反正也没拍过整齐 就跟着我上了贼船 所以对你们来讲 当时 呃 郭导给你们发出邀请的时候 你们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 来我们的七个王爵 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心情很激动 对 我很有诚意的 我还做了个PVT 然后演示文件各种 然后约在我们公司 然后 就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对啊 对啊 好了好像我以为很特别 我这边就发了个裸照 戏里面就这样的 对 我知情也没有那么复杂 我就跟他讲 一米九二 他立刻就来了 对对 一米九二立刻就来了 就听一米九二三个字 我就行 马上来 但是你没有听到他后面说的那一句 就全场都不穿衣服的 没有就是这两个点嘛 不穿衣服跟一米九二 都是他的点 都是他的点 就是我一直希望能够演这么一个角色 没有戏只演不了 哈哈哈哈 当然刚才也说了就是这部电影呢 之前没有人拍过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 就真的是很花钱很烧钱 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 其实昨天因为有观众看完了嘛 其实大家看完之后就会发现 它其实和实拍电影 会有很大的视觉观感上的不同 就很多在实拍电影里面 你做不到的事情 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都可以去完成 但是其实呢 如果看过《绝迹》这部小说的 当然就明白其中的人物关系 但是没有看过的 你知道进入电影院 之前是会梳理各种话 他王学使徒 谁和谁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导演组也是特意准备了一个 关系复杂图来看一看 给观众来科普一下 哎 你看我们用了现在的语言来代替 白银细思是用了校长的称呼 郭导你觉得这个称呼 适不适用 可以 校长或者CEO都可以 哎这样好了 我们先从校长来讲 隐藏的校长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终结 这个校长那就是谁呢 我说 王源是不是 哎王源说一说你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饰演的角色 我觉得和他们都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另一个组的是吗 就是 嗯 是一个出逃的白银祭司嘛 嗯 然后 就是一个 种植在小孩子身体里面的一个邪恶的灵魂 然后就是个大boss 然后他们每人每个人都有个CP 都有个组队我就一个人孤单的很 那个我也没有 哦 我也没有 哦对哦 我们两个一起孤单 是是是 但是你力量很强大呀 对我很 很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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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六 很六 六六六 谢谢你 对吧 哎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 或者一句话来概括你演的这个苍白少年 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词画画 经验或者颠覆吧 因为苍白少年这个角色是一个活了好久好久 有几些年的灵魂 嗯 然后像我这样 鲜嫩的小朋友 那没什么关系 手还这样 哎 真的是 语实语 祖国的花朵又鲜又嫩 好 那这个呢是校长吗 终极boss 然后力量很强大 那我们看看班主任好了 三度王爵 应该是目前在场最大的一个 来其他说一说 我应该现在是系主任吧 系系主任 那电影里有一个片段 就是我 我去帮助去拯救一个城市 嗯 我那场真的太帅了 看吧 你能耐 没有话我们应该说的 对 啊 真的吗 不要自己说的 不要自己说 自己说就扣分了 那现在那有请那个 有请那个 再搭一下 银沉说一下 我们也不会帮你说的 好 哈哈哈 我不想想要说 只是说下次 只是说你不要说这种话 对我们也不会说 哈哈哈 那如果用一 哈哈哈 好了人家王爵 三度王爵 哈哈哈 好歹是个系主任好吗 哈哈哈 他自己给自己一个称号 叫系主任 对不对 嗯 三度王爵 其拉 对 来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就是 是七度王爵的 对不对 对 七度王爵 你好 来说一说你饰演的这个角色呗 我 我饰演的就是叫 叫银沉 然后我们是 七度王爵 是 什么样的特点 如果用一个词语会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嗯 这个人物 画手好看 哈哈哈 还挺精辟的啊 这种话你看别人说效果比较好 对 哈哈哈 哎就稍微等一下 就这个角色就是 哈哈哈 画手好看 哎好 哈哈哈 他其实就是一个 哈哈哈 就是哎 哈哈哈 画手好看 好冷啊 哎 性格是比较外冷内热的 嗯 然后表面上看上去是比较 冷冷的 但其实是内心也是一个很火热的一个 外冷内热是不是 对对对对 跟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挺像的 对 一样的 所以大眼找我眼睛震 就对了 头发是赢了 特别契合 对不对 但我刚刚找他的时候他是个光头 你一一眼就相中他觉得他跟银沉的这个感觉特别的符合 因为我最早因为我我没见凡凡之前我印象的是啊 头发因为他一个会比较长嘛 嗯 然后我在上海约约他聊这个项目进门一个光头 哈哈哈哈 吓到 他也是还会写训练 对 我当时也是说服了自己一下 哈哈哈 刚才呢你看 学冬就帮你搭了那句话夸你的对不对 但是你们在这部电影当中 其实两个人也是 目前好像有一个组合的称号叫 呃 银 铃 组合 CP 是不是 他们两个师徒嘛 嗯 来 学冬来说一说 你的这个角色 我 银铃 我是最 我是最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色在这个形式 是一个最最low的那个 然后我记得你们里边有一些 彼此四目相对 嗯 会恩基吗 就是这种戏演完了之后 然后也一喊咖 我们俩转过头来就大笑 你记得吗 对 铃铃 你饰演的这一位是什么样子 我是一个脾气特别差 情商特别低的甜树又花 小工具 小工具 有点刁蛮是不是 说的好听也是一个失落的贵族 对 那说的有点太好了 你不要自己说 失落的贵族 这个采访都得让我这么说 那我就记住这个词 对 那如果换一个说法的话 你觉得这个角色 他的最大的特点 和是什么 如果 这个戏里最大的反派 最大的反派 就从来没有那么胖过 那么傲娇过 是吧 至今来说一说你这位不穿衣服的 其实我的觉得也是有点万能没热的 主要是他被人污秽他冷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嗯 对 所以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用这个校园的比喻我应该是个保安吧 保安 对 对 我觉得他应该 说安保是不是高大上一点 是安保 说Security Security 这个比较高大上 我的团队是我一人的 保安肆间有点聋 哎 就是 对啊 就是保护 保护团类啊对不对 对 我就是采杰的私人保镖 私人保镖 狗腿子 狗腿子 他就会 他他里面都是 什么 导演你怎么能这么讲 狗腿子 哈哈哈 导演都是 都是插一台的 你不要打断人家 人家就私人保镖 看着人家旁边的狗腿子挺不舒服的 安保 安保 特别忠心 反正呀 基本上在戏里面的状态就是特别妖艳 这样眉大眼去 然后就 就久不久的看一看我 那个 把他干掉 我就好 就快就啊啊啊啊 打死 好 乖过来 好 那刚才呢 其实我们大概都整理了一下这个关系 那其实呢 呃 我们接下来就到了一个粉丝的福利环节了 就是快问快答 快问快答 节目组从网上搜集了一些粉丝最想八卦的问题 并为每位嘉宾递上了一个答题的画板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主持人提出问题 嘉宾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将答案写在答题板上 并统一展示给观众 第一个问题是 在这部电影当中 谁的戏的尺度最大 来 来 三二一 来亮下你们的小画板 我们的郭导写的是杨蜜 我们的学东写的是 诶写了两个 我还没写完呢 杨蜜 他不会写蜜字 不会写蜜字 不会写蜜字 我刚刚想了很久 你看你们要学习 像灵语学习 如果你说我要写王源就不会写错 你看他们聪明就写W啊 对啊 你看看你看看 好尴尬 你不信你让灵语写蜜 他不一定写得出来 你写蜜 他刚刚看了你的 真的吗 淋乱了 来 智庭写的最快 最快 错了 错了 你给观众看一下 你给观众看一下你的蜜字 哈哈哈 你看你看王源写的是最多的 他写的是看不懂 听不懂我 看不懂 真的撇得一干二斤 他撇得可清楚 我们稍微聊 稍微有一点点 他们一点点的时候 我就蒙出眼睛 我看不到 这个你的是什么 你确定你是主角化洞 我是主角化洞 我真的看不懂 那个七色王爵 一凡你写的怎么样 你画了画 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他画了 你这样画 他明明他会开心吗 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击视一下这个 W就是韦婷 对啊 因为他头发很长啊 一个飘渺的 看一下 对很像 很像 就是这个头发 然后呢 这个就是 他说 他说 你居然说很像 你居然说很像 对 韦婷不会高兴 我刚才在问他 那个A是什么意思 他叫Amber 我说哦 我还好彩姐不信C 啊 WC 哈哈哈 我确定他们两个 要是看到你画了这个画 应该不会看起 没关系 你让他们看到的 在一般的世界 所有的平凡人的腿都是这么短 都是这样的 你让我画跟你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那下一个问题是 谁NG最多 NG啊 这个我怎么想的 这个答案 王源这一次你不能逃避了 你不能再说什么 我是吃瓜群众这类的话了 我呀 雪董你写完了 好 你这么快 来我看看 为什么 万一又有抽变字 哈哈哈 那你再试一下 我帮你检查一下 给我看看 哇他们好聪明 后面有这有名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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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不要这样 显得我们这个句子文化程度很低 你们不要这样 哎 你这样我的冬有多少写 但是别人也写错啊 冬子都有人写错啊 那谁啊 就冬天的冬和冬来西北的冬啊 念过小学 我啊就是我啊 你连冬天的冬 好了是不先好了 同志们 来我们三二一亮小画板 看一看 哎 我们俩是一样 哈哈哈 什么 花是什么 天树又花 我 我 我写的是 我 不晓得 哈哈哈 这么净 他让我 他让我说他了 我觉得他们那个机器应该拍不到不晓得三个字 有不晓得 哈哈哈 我不晓得 哎 王源你真的 你你确定你现在是祖国的花朵吧 他真的他每次都会用一种新鲜的套路 他自从进这个剧组就是套路 套路太深了 我们走的最深的路就是王源的套路真的 我是真的不晓得 因为 然后之前说霓虹不会说话 那这这这一环节我看好像最多的都是指的是凌云 对不对 你等恩机了来说一说 好 因为我也知道我 你就自首吧 我们都不说了 好吧 那我就此事就这么过了吧 就别太 顺张了 哈哈哈 好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 哇这个我好感兴趣啊 咽口水了突然 谁露肉最多 也都跟不穿衣服的人这个答案还有什么 对啊 好那就别写了一口同声都置停 对不对 如果时长的话是我的 时长的话 感觉是谁 时长是你的 不是时长的话其实是William 霓虹你真的不仅是有肌肉 然后你还说实话 时长漏肉最多 对因为我是长期漏肉状态 霓虹你在里边是没有说一句话对不对 没有 诶这样好不好 在我们暴走完节目当中呢 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要霓虹说一句台词的话 你就想说什么 想唱歌 哈哈哈 给我其他 给我其他 霓虹绝不能把他 走 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开始上 天呐 这个霓虹完全就多 我可能我觉得 如果真能说话的话 既然采迹不在 我就可以说一句 我可能会被杨蜜打白吧 可是 对杨蜜还是对神音的 你把话讲清楚 对神音对神音 为什么 因为我说霓虹一直就是那个 暗恋 声音 但是就 暗恋 暗恋 你说暗恋吗 我说了 我以为你说暗力呢 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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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还有这同关键啊 对 所以我估计如果能说的话 会跟他说一些 I love you 喜欢你 冤不冤 主持人会提问嘉宾一些网友提供的尖酸问题 嘉宾举牌回答问题 是冤或者不冤 如果冤请回答原因 来我们第一个问题呢 就要问一下 我们的郭导了 有网友说你是外貌行为的 你的电影全是找帅哥美女来演 你冤不冤 不冤 为什么 我们不需要 我可以帮导演举的 对啊 你们呢 你们觉得是不是 因为本来就是帅哥美女 你不能否定自己 对啊 谁举冤呢 谁丑啊 你干嘛 何必呢 为什么要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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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搞事情啊志庭 不想太回去 不想太回去而已 来 多多说两句 你觉得不冤为什么 找那个冤的说两句啊 好吧志庭你看 中计了吧 你一个人说冤 你现在多准 听我说是反话 我也觉得自己长得挺好的 对啊 哈哈 这就是 我长得最后挺好的 好看啊 谢谢 尤其在一米九几的时候 对对对对 就是穿一个大褲衩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一个啊 大褲衩 下一个是问吴亦凡的 有网友说 你欺负动物 你冤不冤 欺负动物 欺负动物 对 小动物 我什么时候欺负动物 我们有证据 来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是什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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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然大悟对不对 哎 这个是小狐狸对不对 我 对对对 就是因为是你们的狐狸嘛 嗯 所以就 那时候冤还是不冤 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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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打了一把掌 挺好猜 我也确实不是有意的 是 觉得他可爱 就是打而轻骂下来就不冤 他身后认为是 下意识无意识地 就会打别人一把掌 真的吗 对 在片场正常跟我对剧本的时候 是不是 导演 我觉得那个角色 那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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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边台下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我导致就猛猛吧 好了 我不听 你不听 来 下一个 问下王源 有网友说你是剧组的吉祥物 只要负责卖萌就好 你冤不冤 我觉得挺冤的 但是我如果举不冤的话 是不是这个话题就可以过掉了 没有 你如果举不冤的话 你就要现场卖萌 那我冤 好冤了 对 那你冤的话也要现场卖萌 没有了 你想 因为我是最厉害的boss 他不光是吉祥物 他还要负责性感 我好凌乱 性感 我们都冤 这样好不好 导演说你还负责性感 你冤不冤 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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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他帮你说的 你是觉得王源不性感吗 我经常发现 我走过最深的路 原来是绝技的套路 杰杰东有爆料说 你们在片场聊的话题 尺度偏大 你冤不冤 冤啊 我是尺度很有限的 主要是这些演员 他们的 不要指我啊 哪些把话说清楚 从那边指 这些演员 那你举个例子了 你在片场一般的都聊圈 聊什么内容 都是导演带头的呀 什么我带头 我都是信息接收者好吗 我失忆的 基本都是那没带的谁啊 杨幂啊 那些女明星啊那些 对女明星最爱聊起不大的话题 对我们就 经常把我们这些男明星聊得很害羞 对 我觉得你们这 推得到满一干二净的 谁不再说谁问题 好啦反正这个问题 他们已经推卸过了 那我也没有话讲了 那我们就问一下李志廷吧 李志廷 请网友评价你为 世上最不适合穿衣服的男子 你冤不冤 之前不是任泽涛的吗 哈哈哈哈 这个捧垮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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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里 这个只能回冤了 还是直接呢 这个捧垮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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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适合不穿困图 你只能说冤 你只能说冤 冤 为什么 你穿衣服多好啊 你今天好像 哎 我有穿衣服 你是穿 哎那今天其实真的你的那个 他还是比较性感 对对对是性感的 你看就是这一块 他故意每次都开很低 哈哈哈哈 就是要要帮我的事业 这个 就 旺一旺 这个事业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说的事业 你的事业扣扣子吗 哈哈哈 哎 我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大家都听不懂 大家眼睛都往那看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到时候我们回去做一个很放大的一个 就是那个那个 放大镜是吧 东 我 你觉得在片场聊天的尺度很高 很大 对 好 发现了 对不对 你你完全不约 好来 我们进去下一个环节 哎这个环节真的 就更加有意思了 我们现场 我们导演组也是精心准备了两台VR设备 这个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的郭导 你来现场挑选两位演员 嗯 小圆你不是想玩吗 那个啊 小圆好了 然后 玩那个啊 就那个VR那个 郭先生就让林云去吧 好啊 林云和小圆好了 谁是演技王 节目组现场准备了两台VR设备 其中一台可以看到过山车的画面 而另一台什么也看不到 被选定的两位嘉宾 需要根据画面做出相应的反应动作 而看不到画面的一方 只能依靠想象和声音完成表演 其他观众要根据两人的反应判断 谁能看到画面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来 开始 谢谢 你有安全带吗 王远 你被点穴了 你被点穴了 睡着了 我好像整个都是没有动的 就这样 小圆没事你先睡了 我这样有点困 没有 哎 哎 你很棒了吧 很棒了吧 都在选都在 没有都在动 哎 你们现在你们现在觉得是谁 后面有什么方便 现在慢慢的在上坡 明明故意故作轻松对不对 他真的有声音 他真的有声音 他真的有眼睛被排断 怎么有敲锣子呢 是不是一个在有羊肉 羊肉先敲 现在还没有开始 哎 你们注意观察 现在在上坡 在上坡 然后等会就下坠了 还有这个 哇现在 哎 要开始了 要开始了 这个时候就是看他们这个游戏的 哎 哎 我觉得王远好像有一点点的 身体有点紧绷 林允区长 林允区长 但是林允有点故意分散注意力 也很困张很困 你们可以不说话 但是你可以 哇 走了 走了 那这个反应肯定是放了韦婷那场戏 真的 应该是在放韦婷那场戏 他就是这样 没有应该是韦婷全路的朝 他走过来了你知道吗 对 他演的是神鹰 对 他演的是神鹰 你们两个特色很好 哎呦 为了你不要过来 神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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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远婷 你整个都看不到呀 就一直坐着嘛 这还是很陡哦 你再回来一点 你眼睛就会浮发了 我们这个环节就是 要猜测 谁是真正的在过山车 猜出来的是吗 大家可以下车了你们 下车了 下车了 下车来了 下车来了 下车了 下车了好开心啊好开心 所以你们觉得是谁 是真的有过山车的画面 王爷 肯定是圆 圆吧 三个 紧张这肩膀 刚才他一下来的画面 往下冲的时候 然后圆 哈哈 是不是你 是你 还说里面放的是那个 是味情从我们里面看出来的 我里面有个布蒙着的 啊我是假的 啊真的假的 啊我是假的 演的 真的假的 所以李宇你是有过山车的画面的 是吗 有过山车可是我困 你真的是演的呀 我是演的呀 能演啊 我都说了他演的很浮夸啊 你们还硬要选他 啊 一部成立之作值得被更多的人欣赏和看到 再一次也是要感谢郭导开创了另外的一个先河 因为也是填补了这一块市场的空白 所以呢在这里我要代表节目组中心的祝愿绝计票房大卖 谢谢各位来到我们节目 我是雷环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咯 拜拜 我是希望能够很多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的片子 啊有这样的机会来看我们的片子 然后对希望更多人会喜欢 听越大的你们看起来效果会越好 决定是一部全两周第一部动作捕捉电影 不管怎么样也要去看一看啊 对 希望大家一起去呃去感受我们这份努力 去呃感受这份震撼 我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演电影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对我提出一些意见 我会去改正 其实好多个片段看着真的很然很然 做了两年的前天后做了两年的时间 然后也很感谢这一次跟大家合作的机会 希望可以给观众朋友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锁定搜狐视频爆走吧爱豆 我是李志廷 我在这里等着你哦 锁定搜狐视频爆走吧爱豆 我是灵灵 我在这里等你们哦 锁定搜狐视频爆走吧爱豆 我是王源 我在这里等你 锁定搜狐视频爆走吧爱豆 锁定搜狐视频爆走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我在这里等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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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